員工忙著分磚便當 但民眾會特別注意 因為正在打菜的員工 左手沒帶手套 就直接抓菜放進便當 當時一旁還有其他同仁 也視若無睹 重點是便當店 還在高雄市府內的美食街 便當店就在高雄市府 十一樓的美食街 業者販售的便當 有方形 有圓形 除了配色華麗 價位落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元 也走精緻路線 但怎麼會發生 員工徒手打菜 業者這麼說 現場正在切豆干的員工 徒手拿著菜刀 但接觸食物的左手 就戴著手套 因此被拍到的畫面 左手應該是拿著湯匙 戴手套的右手 才是負責分菜 應該是經驗不夠 才會拿反 不過美食街還被發現 用在時間 不但人潮爆滿 還有鴿子亂入 除了會在客人的桌下亂窜 還會到店家櫃台周圍 覓食 有時更在室內展翅低飛 但也被質疑有衛生問題 裡面喔 大家有一點驚訝耶 那你是市政府 應該把關要更嚴謹的 蠻有一點點壓抑 現在實在這麼可怕 應該要多注意 衛生局貨爆 除了要求落實 人員衛生行為準則 還發現店內冷凍冷藏的 溫度紀錄 及人員健康檢查紀錄 都有缺失 也要求店家限期改善 TVBS新聞 愛照顯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